软梅 从我见到她的第一眼起 我就知道 这个女人 我必定要拿下 清冷 端庄 又不失优雅 这好似看透世间的眼神 对一切好像都默不在乎 也许是因为过去父母的死 导致软梅对生命研究 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执着 她想搞清楚生命的意义 但在别人看来 她就是一个疯子 没人能看透她 也许 她自己也看不透自己 大家我是四凡 天才与疯子只有一线之隔 作为一名妇客角色 我觉得软梅称得上是 最值得抽取的复刻角色 没有之一 刚出场时 就因为其通用性 拥有超高的使用率 之后虽然因为花火和蜘蛛鸟的出现 辅助职责逐渐细分 导致软梅略显疲态 但现在属于软梅的击破队 已经到来 原本对执商队来说 属于薛定额提升的 50%击破效率和残迷战 在击破队却是核心中的核心 不要问我软梅要不要抽 问就是抽 狠狠的抽 软梅的战技会给我方全体施加一个光环效果 增伤32% 落点击破效率提升50% 持续三回合 回合开始时 持续回合数减一 具体回合数可以看软梅头像下方的这三个点 亮几点就说明剩余几回合 讲一讲这个50% 落点击破效率提升的效果吧 很好理解 就是提高角色的学论能力 原本20学论变成30 版本更新后 新加了各个技能的学论数值 我们就不讲几单位几单位的学论了 按官方的来 然后波提欧的技能里有一种新的描述 某某技能的学论值提升 这种和落点击破效率提升 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城区的 比如波提欧原本战绩是20学论 有三层优势口袋 吃了卵梅50%击破效率提升后 学论值应该这样计算 20×1加50%×3加 1加50% 等于75 这是波提欧三层优势口袋的学论值 而流银的技能描述是这样的 释放某某技能时 落点击破效率提升 这种和软梅的击破效率提升 就属于加算的关系 所以流银的强化战绩学论值是这么算的 30×1加50%加50% 等于60 这是流银强化战绩的学论值 一个是学论值提升 一个是落点击破效率提升 是不一样的 软梅的中截技会创造一个结界 持续两回合 具体看屏幕周围的梅花特效 和战绩一样 回合开始时 持续回合数减一 结界存在期间 我方角色会获得25%的抗性穿透 并且攻击敌人时 会给敌方设下残梅战效果 被挂上残梅战的敌人 头上会有很明显的梅花特效 残梅战属于负面效果 在敌方被落点击破 准备恢复韧性时 残梅战效果会出发 出发后 敌方的行动会被延后 也就是推调 具体数值如图 比方说我的软梅 击破推功是180 那么敌人在出发残梅战后 会被推调46% 也就是4600的路程 对击破队而言 残梅战可以增加敌方 在弱点击破状态下的时间 变相提高我方的出手次数 提高伤害 对DOTA队而言 残梅战可以变相加快敌人的回合 可以提高DOTA的伤害频率 这是残梅战对不同队伍的具体效果 25%的抗性穿透 具体提升需要看敌人的抗性数值 这是抗性区的计算公式 一般来说 顺属性 敌人抗性为0 那提升就是25% 逆属性 敌人抗性大于0 那提升是会比25%更高 除了以上效果 残梅战还会造成一次 兵属性击破伤害 具体计算方式和破论时的击破伤害一致 也和敌方认性长度有关 不过兵属性的击破伤害并不高啊 在所有属性的击破伤害里算低的 大家当个天头就行 软梅的天赋 会给除了自身以外的 其他三名队友都加速10% 我方角色击破敌方时 也会顺带造成一次 兵属性击破伤害 为什么不给自己加速呢 其实就是为了让队友的速度超过自己 因为软梅的buff是光环类效果 自身回合开始时 持续回合数才会减1 队友的速度比软梅高 buff覆盖率才会更高 然后就是 这个兵属性击破伤害 是在正常击破伤害之后的 就比如说我这里 卡夫卡击破了敌人 是会先造成雷属性击破伤害 然后再是软梅的兵属性击破伤害的 所以 他是有可能会抢人头的 击杀回能 也就不会落在主C身上了 而是会被软梅吃了 这就很讨厌了 不过这是小概率事件 只是有可能发生 但不会经常发生 软梅的密技 使用后 软梅在进入战斗后会立即使用战技 同时也能享受到战技的回能效果 说实话很好用 因为软梅本身的配速是需要比队友低的 但这样的话 开局时队友行动都会在软梅之前 这段时间里 队友就享受不到战技的效果了 密技开局立即释放 就可以解决这一点 保证战技效果全程覆盖 除此之外 软梅的密技在模拟宇宙和插分宇宙里 还会有额外的效果 可以看到敌方目标并没有冰属性落点 但我用了软梅密技后 攻击它 近战显示的是触发落点的 近战后 起刃心条会被大幅削减 这就是软梅的密技效果 不论它有没有对应落点 它都会被血刃 且血刃值会根据祝福的数量来提高 有限制最多记录20个祝福 可能有人会说不如皇权密技 但皇权密技对精怪和boss是不生效的 软梅这个不论敌人是谁 它都是有作用的 除非你开局所落点 比如三只铺满的中间那只 不然不论打谁 基本上都是开局击破刃 还有就是这个密技对记命图来说 还是很好用的 额外能力 落竹罩水兰 软梅击破特攻大于120的部分 没有10% 会提高增伤6% 最多36% 也就是180击破特攻吃满 软梅的另一个外能力 能提高全队20%的击破特攻 所以软梅只需对到160击破特攻 进战后即可吃满这个效果 额外能力 日消瑕丝掌 软梅回合开始时 恢复5点能量 可以加速软梅的大招循环 以上就是软梅的技能解析了 所以说加点 正常来说就优先终结技 其次战技 最后是天赋 如果是击破队 那就优先终结技和天赋 战技可不点 配装 光追推荐 镜中固我 记忆的模样和轮器 其中镜中固我在击破队提升一般 建议优先另外两张光追 不过其10点回能 可以保证童鞋主开局一个战技就能放大 但是童鞋主击破敌人就有11点回能 所以专务提升还是一般 仪器推荐 外圈推荐四中表将 又或者二中表将 二怪盗 二铁骑 二信使 二铁位 两两混搭 内圈推荐温瓦克 5%的回能对软梅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有这5%的回能 软梅用技 或者轮器 是可以EAA循环的 可能有人会觉得 软梅用温瓦克搭配密技 会导致开局直接少一回合战技的持续时间 很不值 但其实 即使你用的不是温瓦克 没有行动提前 开局轮到软梅行动时 也会消耗一回合战技的持续时间 温瓦克行动提前40% 不过是把这个结果提前了而已 但换来的是 开局就能放大 是利大于弊的 我觉得不用太纠结这一点 而且目前的内圈除了温瓦克 也就只有皮诺康林有5%的回能效果了 但皮诺康林的增伤效果 只有兵属性队友才能吃得到 不管怎么说 温瓦克就是目前内圈的最佳选择 各部位选择 生命衣或防御衣 速度鞋或生命鞋 生命球或防御球 以及充能神 副此条推荐的激破 速度 生命和防御 软梅穿不穿速度鞋 其实都可以 只要看你的配对 穿速度鞋是为了打点 不穿是为了提高buff覆盖率 只要能达到温瓦克120速度的要求 你穿不穿 其实都行 软梅的身板还是很硬的 仪器上 他唯一有此条压力的就是 吉波特弓 但吉波特弓 只有绳子上才有 所以像衣服和球这些 都可以拿来给软梅兑肉 像其他辅助 体育和遮羹鸟要对攻击 花火布鲁尼亚要对爆伤 生板都不会有软梅那么硬 只能说 在生存方面 软梅也是一把好手 队伍搭配 软梅能玩的队伍还挺多的 DOT队 卡夫卡黑天鹅软梅 追击队 鸡子黑塔软梅 如果你没抽遮羹鸟 那 真理脱帕软梅 也可以 老角色里 警员 净流 刃也都能用 放眼线在 吉波队里 刘盈 同鞋主 软梅 加拉赫 波提欧 同鞋主 或压压 软梅 加对应落点生存位 软梅的就业面是真的广 总的来说呢 如果你玩吉波队 那软梅是必抽的角色 如果不玩吉波队 那软梅确实可以考虑不抽 只是在其他队伍 更合适的辅助到来之前 软梅应该都会是 那个最佳人选 最后说一说新魂 一魂 我方攻击时 无视敌方20%的防御 这里还是说一下 我看很多人 还在拿原神那套玩奔铁 在奔铁里 无视防御和减防 是同属一个城区的 是加算的 然后防御区是反息式的 越高越好 上限是敌人防御减到0 二魂 对落点击破状态的敌人 造成伤害时 攻击力提高40% 这个攻击加成 只有在攻击敌人时 才会成效 平时我们在面板里 是看不到的 所以这个攻击加成 是吃不到流银 攻击转击破的效果的 需要注意 如果你是为了击破队 抽软媒的话 抽到一魂就好了 四魂 敌人弱点击破时 软媒的击破特攻 提高100% 提高自身击破伤害的 也是为了给六魂做准备 六魂 终结季持余时间延长一回合 也就是可以做到全部干了 天赋的击破伤害倍率 提高200% 注意是倍率提高 翻了一倍还不止 提升还是很明显的 六魂的软媒伤害非常高 是可以做到自己C的 不过和我这种评论玩家 关系就不大了 做个总结吧 软媒是一名泛用心很高的角色 尤其在击破队 是不可或缺的一名角色 在抽取上 我个人的推荐度是很高的 可能会有人担心 以后在击破队 会不会有更适配的角色 来替换软媒 毕竟软媒现在的增伤 对击破队而言 作用是不大的嘛 有种担心我也能理解 不过我个人认为不会啊 因为像残媒战这种机制 说实话 我觉得再弄一个新的角色 把它替换掉 除非测狠的心这么干 整个更优秀的机制出来 不然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觉得就算要换 那也肯定是加拉赫先被换 然后是免费的铜鞋主 换软媒可能性不大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帮助到您 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我 喜欢我的视频 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思凡 我们下期再见